露奇亚于懵逼中自爆家门 男人立刻就恢复了正常 对女孩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种平凡正是女孩想要的 傍晚露奇亚找到白灾 她要向哥哥汇报喜讯 谁知白灾听闻 露奇亚只是个普通队员并没有席位 便叫女孩赶紧退下 露奇亚受伤的情绪带到了队内 直播海燕察觉到女孩的情绪 便与她树下一查 男子没有多问女孩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她只是告诉露奇亚 只要女孩还在13番队一天 她就绝对会支持自家队人 轻衣与仙太郎突然出现 打搅了两人微妙的气候 仙太郎给露奇亚支了一招 下次谁再对她闲言脆语 露奇亚就将自己的鼻屎抠下来 沾到那个人身上 看着嬉戏的几人 露奇亚觉得十分的安心 13番队让自己找到了家的感觉 一番历练之后 露奇亚灰尘扑扑 一个温柔的大姐姐弟出手 怕帮露奇亚擦拭干净 这个温柔的女人名叫制播毒 是制播海燕的妻子 露奇亚看着幸福美满的两人 十分羡慕